绝书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主再次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 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 让你的圣灵真的是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真的是让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真正是在你的话里边 有这个得着有长进 让我们更加的爱主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尊主为大 绝书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捷径我们的生命 拆毁我们的牢火 建造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提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上一次把这个十五章讲完了 那么十五章最后的时候 讲到耶稣给四千人吃饱 那么我们也讲到那个里边 是什么意思 这个神迹里边有多少的重点 那么进入到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 一上来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来 这个斯坦耶稣 就是在求神迹 其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他们在这之前已经自己也见过很多的神迹 听说过很多的神迹 所以呢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 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他每一次见到神迹以后的态度 跟别人明显不一样 别人经常是觉得说 哇这个荣耀要归给神 有先知在我们中间了 这样的作为是神的作为 那有些人就觉得带了很多人过来 就求耶稣来医治 OK 但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每一次都是对耶稣的行神迹 要么就是不满 比如说你这个是这个靠着鬼王干鬼 对吧 要么就是这个斯坦 就是说你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再这样做 再这样做 对吧 经常都问他 你说这个有没有复活呀 那这一个人 他娶了七个 这个这个兄弟七个 对吧 就是他的这个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斯坦这个耶稣 让他出错 然后呢 怎样抓住他的把柄 要把他这个告到公堂 OK 这是他的一个目的 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 又来了斯坦耶稣 就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 来斯坦耶稣 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 给他们看一看 OK 我们我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人能够从天上显神迹 这个人要么是神 要么是先知 在过去的日子里边 能够显神迹的是什么人 至少也是一个先知 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 对吧 这个 因为他这个神迹的这个能力 是从神来的 就算是拜外邦偶像的那些 祭司和先知 对吧 就是拜外邦偶像的那些人 你比如说这个 在出这个埃及以后 这个 以色列人这个 要去这个 这个 这个要去进迦南嘛 那么就是中间 也是一路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行进的过程当中 也在征战 对吧 所以呢 也是打了很多的胜仗 那么很多人听见以后 就 非常的 这个害怕 所以呢 有一个叫做巴拉的 就来请巴兰 去咒诅这个 以色列人 那这个巴兰呢 他是一个 是一个 这个先知 或者是 这个 但他是拜外邦偶像 也是拜耶和华的 他可以行这个神迹 对不对 但是他是怎么 怎么那个什么 他是请啊 是给很多的 这个 这个好处啊 金银珠宝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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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啊 对吧 让你走好处啊 对吧 那没有哪一个人 即使是拜外邦的人 拜偶像的人 他能够行神迹 你可以对他 呼着急来 招着急去说 哎 过来 给我行个神迹 这是一种轻视 这是一种蔑视 对不对 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 你就是连 拜外邦偶像的这种人 你都不敢 更何况在以色列当中 耶稣是以色列人 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死人都复活 你就算认为他不是神 你也觉得他应该是个先知 那么这个先知 你该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他 对不对 在旧约里边 我们知道说 这个对待先知 不该有的 这个 就是以不该对待先知的态度 对待先知的 基本上都是在神的眼中 不合神心意的人 比如说有些王 雅哈王 比如说有些王 这个 这个 这个作恶 行一号眼中 看为恶的事 那么 神就真的是派先知去责备他 那么他不喜欢 我杀了你 对吧 那个 有些王就真的是 这个要派人杀 那雅哈就是一个 当然还有什么 很多王都是这样的 那是这种人 那么 那个既然你知道他是先知 那你为什么还来试探他 你就知道吗 也就是说 这些法利塞人 萨多该人 和过去那些 不喜欢 耶和华的先知的人 有相同的特点 也就是说 过去的先知 去指责 这个 这些人 以色列人 或者是到王那去说 对吧 这个 这个 你们是悖逆的 是作恶的 那你要悔改 不悔改 神就惩罚下来 所以他要杀 那这个地方 他没有相同的特点 就是说 我再来试探你一下 我显个神迹 你显个神迹 然后怎么样 然后 我去抓你的把柄 OK 所以呢 对待先知的态度 不应该是这样 不应该是试探他 说 你从天上显个神迹 没有人 可以这样的对待 这个先知 更何况 对待耶稣 那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 耶稣的回答 就用了一个比喻 说 晚上天发红 就是 看这个天 天象 或者是看这个 天上的这个变化 晚上天发红的时候 你们就说 哦 明天肯定是要晴天 那么 这个 早晨天发红 然后又发黑 你们就说 哦 今天必定有风暴 也就是说 风暴之前 是天上 是有一些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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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的迹象 来表明 今天会是什么样的天 对吧 那么 也就是说 你可以从天象的变化 知道天气 会是什么样子 那你能够分辨 这个天上的气色 你为什么不能够分辨 这个时代的神迹呢 也就是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就知道说 一定会有风暴 那么 一个人出来了 各种各样的神迹 连死人复活都出来了 那你难道不知道 这个人的神迹 是来自于神的吗 你们这意思吗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们天上的这个天象 可以分辨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的 这些 这些 这些sign 就是说 地上的这个sign 你可以分辨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的 这些sign 这些迹象 这些印证 你怎么就不能分辨呢 OK 那你看到 一个人行了这么多神迹 他又讲神的话 他又自己 对不对 又是讲到自己 耶稣后来有在讲 这个光荣进圣城的时候 那就是 就是我就是神了 对不对 那你怎么就不知道 分辨呢 OK 所以耶稣接着说了一句话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求神迹 除了越南的神迹以外 再也没有什么神迹给你了 所以耶稣说 你可以分辨地上的这些sign 气候的sign 但是神的国度里的sign 你不能够分辨 说明你是一个 邪恶淫乱的世代 邪恶是罪恶 淫乱 当邪恶跟淫乱放在一起的时候 通常都是在神的眼中 最罪恶 最悖逆 该是惩罚的时候 OK 那么圣经里面每次讲到 邪恶淫乱的世代 的时候 通常都是连着那些 或者是法利赛人 撒独该人 教法师 或者是那些拒绝神的人 这些人成了这个世代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说 这个淫乱 邪恶的世代 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从这些人 他们的言行里边 看得出来 他们是这个世代的一个代表 也就是说 你们是邪恶淫乱的 我给你多少都没用的 我再给你一个 甭说一个 十个 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你的目的不是要神机 认识神 而是通过神机来抓我的把柄 这是你邪恶淫乱的心 所出来的 这样的意念 所出来的这样的表现 也就是说 我不会再给你这些东西 OK 但是还有一样的事情 我给你 就是约拿的神机 约拿的神机 大家都知道 这个约拿书 那个是上帝跟先知约拿说 你到尼尼威 去给我传讲 这个悔改的道 因为尼尼威人都反罪了 我要惩罚他 但是呢 我还给他一个机会 那这个尼尼威是外邦人 那这个约拿很不舒服 约拿很不舒服 去到那边传福音 让他们悔改 约拿的意思就是 上帝啊 他们那么的罪恶 你直接灭了他得了 你就惩罚他 你别去让我去传悔改 他要说万一悔改了呢 那你就不降灾了 就是 尼尼威人要悔改 不降灾的这件事情 是约拿非常不喜欢的 也就是说 我喜欢你直接灭了他 那么当时人跟他说上 尼尼威的时候 他就向相反的方向走 他往踏尸走 所以他就坐船 要过海 就是向相反的方向走 也就是说 我不去 你就跟一个小孩子一样 妈妈说 你去 去沙瓦 他就往房间里走 或者往外边走 就是说 我走的越远越好 你别找得着我 OK 约拿有点这个意思 所以他坐了船以后 就在这个 马海里这个游行 就是坐海要离开 那神就是海翻腾 那最后他们就自签了很多的故事 你们去看约拿书 但是呢 最后的时候 神就借着这个翻腾的海浪 让这个船不能够去走 阻止约拿离开 所以呢 后来船 这个水手们把约拿从船上扔下来了 然后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 吞了约拿 就把约拿吞到鱼肚子里 那么这个鱼呢 因为船走了一段时间嘛 所以呢 这个鱼从吞了约拿的那个地方 又游回到上船的地方 把它吐到汉地上 那么这个时间是用了三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三天的时间呢 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边 那是一个不见阳光的日子嘛 就有点相当于黑暗 那么这个又把它吐回到汉地上 所以约拿没办法 只好去了尼尼威 所以约拿是在大鱼的肚子里边 三天三夜 也就是说是一个不见 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不见天日的日子 那么这个里边来预表 耶稣也是三天三夜 在黑暗里边 这个黑暗通常犹太人都明白 这个黑暗是指坟墓里头 因为坟墓是不见光明 不见阳光 不见天日的地方 那么这个里边指的是 耶稣说 我要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要在坟墓里三天 但是第三天 我要复活 也就是说 耶稣说 我不会再给你这些 法利赛人 撒毒该人 和那些要抓住我把柄的人 有任何的神迹 但是我会让你们看见 我被钉在十字架里边 三天复活 这个三天在坟墓里 三天以后我复活 我会让你看见我自己 死而复活 这样的神迹 我再给你一个神迹 这是指的是这个神迹 那么 这个是 这个法利赛人 跟撒毒该人 要求神迹以后 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 也就是说 第一 耶稣知道 法利赛人 撒毒该人的 邪恶淫乱的念头 第二个 神对他们的这样的念头 神说 你们是邪恶淫乱的时代 第三个 耶稣说 我不会再给你 除了复活以外的神迹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最后 我会让你看见 我死而复活 OK 这个是神对待这些人 的一个态度 我们知道说 法利赛人 撒毒该人 这个特别是法利赛人 这个后来神 有在这个 讲到法利赛人的时候 一连串 我们前面讲过 讲了很多 我有印象 大概是七个 还是几个 就是 你这假冒伪散的 法利赛人有祸了 你这假冒伪散的 法利赛人有祸了 你们怎么怎么着 怎么着 OK 也就是说 神对这个试探神 这个抓神的把柄 故意犯罪 在罪里不肯出来的人 神绝不会客气的 耶稣不会客气的 这个 那么我们再看 神对那些 痛苦流离的人 这个孤儿寡妇 得病的人 甚至是死人 神对他们 是怜悯 OK 对于那些 有信心的人 对吧 我们前面讲到说 有一个 这个 外邦的女人 嘉南妇人 对吧 她的女儿 这个被拐妇了 那我们知道 有一个血漏的妇人 对于这些 对神有信心 愿意跟随神的人 神就给他们更多 给他们更多 所以呢 神很多的时候 讲这个 比喻 都是很难懂的 那么这个 有的时候 神讲完就完了 就走了 那这个比喻 是不是给了 所有的人 是的 但是只有那些 跟随神 一直要问明白的人 才 耶稣才把这些东西 解释清楚 也就是说 神对这个 世上的人 什么样的表现 神有他 不同的对待 对于那些 跟随他的人 有信心 信靠 就是要这个谦卑 比如说嘉南妇人 就是有信心 我就是谦卑 对吧 神说我就怎么样 我就给你神机 OK 我就依照你的女儿 我就赶鬼 对于那个血漏的妇人 神说 女儿啊 你的信救了你 OK 那是神对她的一个表彰 也就是说 神对不同的人 你们对神 是什么样的态度 那么 神回来给你们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那么今天对我们 也是一样的 今天对我们 也是一样的 对于世上 一概的拒绝神 一味的拒绝神 不停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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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到最后 也没有这个福音给他 那么他等候他的什么 就是将来神的审判 OK 那么对于那些 这个信主的人 但是却不肯成长的人 也是拒绝成长的人 那你就是一个婴孩 OK 那么对于那些 愿意成长的人 神就不停的给他 不停的给他 神可以敞牌天窗 把神的丰盛 神对他的改变 神对他的祝福 丰丰富富的 夹在他的身上 所以不要以为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 你这个多求神 多去渴慕神 多去寻求神 你说我跟别人 得到的是一样的 神对你的态度 和对他的态度 也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呢 我们也要想 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成长 不是神的缘故 是我们自己的缘故 我们不愿意成长 OK 今天我见到多数的基督徒 基本上都停留在前边的那些 就是刚刚信主的那一段 我信主 我也有时间读一点圣经 教会 没事我也去 然后你教会 有的时候祷告会 我也祷告一下 然后我侍奉 也侍奉一下 有的时候也奉献一点 但是呢 就不肯按照神的方式 对神是一个极大的渴慕 不是那种对神特别的渴慕 不是说一定要跟随神 不是说我放弃自己的 思想的东西 我也要跟随神 就是对神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 OK 我就伸出一个指头来 我抓住神的那只手 OK 我给神 也是把我这个 这个实在是 有些东西不用了 我觉得也不好意思 不给了 给一点 永远是一个小手指头 OK 小手指头给神 小手指头抓住神 OK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两个手掌 两只手伸出去 抓住神 我们不能 为什么不能够 把自己该能够给神的 都给神 什么东西你是最能够给神的 是保罗所说的 我们应该把自己 当作活祭 献给神 这是可喜悦的 OK 神喜悦我们 尽心尽力 尽性尽意 爱主 爱神 OK 我们要双手 张开两只手 用全部的精力去抓住神 OK 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 当你这样的时候 两只手要抓住神的时候 你想 你一个小手指头抓住神 你能够抓住神的什么 你能够抓住神的那只胳膊 还是能够抓住神 整个人 你去拥抱耶稣 你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张开双臂的时候 你是可以拥抱耶稣的 你张开两只手的时候 你可以抓住耶稣的胳膊 你可以抓住他的腿 对吧 你抓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得到的东西也不一样 当你两只手去给神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表明你所得到的神 你所拥抱的神 和神所能够给你的 神对你拥抱耶稣 耶稣就拥抱你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不成长 我们没有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 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人 他怎么那么喜乐 他什么都没有 你什么都有 你不喜乐 因为你拥抱的是世界 你没有拥抱神 所以我们不能够怪神 也不能够说神就特别的恩待那个人 对吧 他怎么那么喜乐 他怎么那么蒙福 那我就要问一句 他为什么不能喜乐 为什么不能蒙福 因为耶稣与他同在 OK 所以我们要反思自己 我们要反思自己 接下来 门徒渡到那边去 忘了带饼 这一段是指这个 耶稣要提醒他们 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 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是讲解这个律法的 那么这个撒都该人呢 是基本上是掌管这个犹太公会的 也就是说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 他们是最高的权力 最有权柄的人 是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离神最近的人 也既是讲解律法 又是掌管犹太的公会的人 但是呢 他们以色列的百姓应该是听他们的 也是一直听他们的 因为他们占据圣殿 占据这个会堂 OK 那么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要防备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 所以门徒就不明白了 说这啥意思啊 一想到教 说是不是我们没有带饼啊 OK 那耶稣说不是的 说饼的事情 我并不需要提醒你们 你们我不是刚刚这个 这个喂饱四千人吗 前面不是喂饱五千人吗 你什么都没有 我都可以喂饱你 对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的 然后耶稣就提醒他们 那五个饼的是 那个五个饼分标 五饼二鱼分 这个分给五千人 然后这个四千人 他说不是这话 这话不是指的饼说的 然后门徒才明白说 哦 这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我们要防备 为什么呢 因为法利赛人虽然是讲解摩西律法的 虽然是占据会堂的 犹太公会虽然是掌管犹太公会的 但是他们对神的话 并没有真正的明白 也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本意来讲解 我们前面应该讲过 对不对 他们只是 对比如说讲解摩西的这个律法 他只是知道这个摩西律法的表面的意思 比如说你这个吸手不吸手 对吧 那你不吸手 那是肯定不行的 但是呢 你的心里边的那些 有没有喜 对吧 你比如说恶念 欺诈 这个欺骗穷人 OK 也就是说法利赛人 更在乎你表面上 洁净不洁净 你内心洁净不洁净 他不在乎 OK 所以呢 他其实不明白 神只是借着洗手的这件事情 让以色列人明白 你来到神的面前要洁净 其实这个身体的洁净 神让他们洗手 只是让他们注意说 你是要灵力的洁净的 OK 其他的所有的都是如此 神更是借着律法的一些 守律法的一些条文 让他们明白这些条文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但是法利赛人最后就只 停留在这些条文的表面 现象上 对吧 你比如你星期天 你只能走这个 这个一点几脉 对吧 你多走了就不行 其实神在对安息日的 对安息日不是星期天 是安息日 对于安息日 神所说的就是 你要安息不能够做工 安息是要来到我的面前 去敬畏神 而且不要贪婪 OK 人们在安息日的时候 应该安息的时候不安息 你不就是一直要多赚钱吗 多去那个什么吗 这个是他的本意 但是不明白 所以神说 法利赛人 撒都该人 管理你们 讲解神的律法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什么东西讲的对 什么东西讲的不对 不是什么话都要听 你要警醒 OK 这是耶稣所说的话 今天我们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 也有 今天你的这个传讲神话语的人 是不是都在按照神的本意 传讲神的话语 不是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成功神学 比如说这个 这个自由派 比如说后现代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那个的 OK 那他也是在传讲 这个神的东西 但是呢 他只是把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拿出来 我要成功了 我们要发财呀 我们要在这世上厌乐呀 神从来没有这么说 对不对 但他抓住其中的某一节 对吧 然后把他夸大 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这么引申 OK 这个都是不行的 这个都是不行的 甚至很多的人在讲台上 讲的那些东西 你要知道 你要能够分辨 不是所有的人讲的东西 都是符合神的心意的 按照圣经的本意的 OK 今天对于 比如说美国多数的 这个教会来讲 他们更喜欢讲 会众听什么 会众听就是 神祝福你 神是有怜悯的 神是有恩典的 OK 无论你怎么样的犯罪 你回到神的面前 寻求他 他一定赦免你 但是他不讲 你要认罪 你要追求圣洁 你要敬畏这位神 他不讲 因为他不敢讲 讲完以后 会众不舒服 会众不舒服 下着不来了 不来以后 人数就少了 奉献就少了 我说出去 我教会有多大 我就很难听 我就不会那么的 让自己的心理得满足 对吧 一个人说句后 说我教会只有二三十人 那个人出去了 说我有三十千人 那这个明显的就不一样 你看他脸上的表情 都不一样 所以呢 很多的人 为了要更多的会众 讲会众喜欢听的 你喜欢听什么 我讲什么 那谁愿意听地狱啊 谁愿意听神的惩罚呀 谁愿意听你天天要认罪呀 对不对 所以呢 牧师不敢讲这些东西 我们也要能分辨 我们也要能分辨 对不对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 就天天的给孩子喝奶 吃白米饭 不给他蔬菜 不给他蛋白子 行吗 或者说天天的给他蛋白质 不给他蔬菜 不给他米饭 行吗 也不行 福音既是全辈的 我们就要讲全辈的福音 OK 所以呢 我们不要刻意选择什么 今天很多的讲台的人 刻意的选择 我今天讲这个话题 明天讲那个话题 那为什么不能够让神的话说话呢 我一卷书一卷书的讲 对不对 神这个地方 讲到地狱 你就得讲地狱 神这个地方讲到审判 你就得讲到审判 神这个地方讲到认罪悔改 你就得讲认罪悔改 那么神这个地方讲到恩典 你就讲恩典 那个地方讲怜悯 你就讲怜悯 让神的话 说话 不要以你自己的喜好 不要因为会中的喜好 你来选择 哪些话语 我要讲 哪些话语 我不要讲 OK 我们如果将来传讲神的话语带小主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听别人讲 也要明白 这个不是权备的福音 OK 所以我们要警方 法利赛人和撒族该人 我们更不能够只是明白神话语的表面 而不是说他的真意 OK 我们不要抓住神某一些的东西 加上自己的讲解 OK 那么接着往下走 就是彼得认耶稣的这一块 那么 他们离开那个地方 就到了一个凯撒利亚 菲利比的一个境内 这个应该还是在外邦人的这个境内 然后耶稣就开始问门徒了 人 就是众人啊 说我 人只是谁呢 就是说 人都说我是谁呢 然后他们中有人说 哎呀 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 然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是那个先知以利亚 然后还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 或者是任何先知里的一位 比如说以西节呀 这个以赛亚呀 这个阿摩斯 那好多的先知 对不对 然后耶稣说 嗯 这是你们所听见的别人在怎么说我 那你们怎么说我呢 OK 这是在圣经里边 记载到的第一次 耶稣明确的问他的门徒 我是谁 那么他只有一个目的 要让自己的门徒知道 我是弥赛亚 我是弥赛亚 因为耶稣知道说 他接下来的使命 是要开始往耶路撒冷走 他要死在耶路撒冷 被全人类的罪恶付上代价 但是他必须得让自己 弥赛亚的身份 能够被揭开 能够让明白 让人明白 不然他的死没有意义 在这个地方 他让门徒先明白 然后他光荣进圣城的那一段 是让所有的人明白 他是那个弥赛亚 OK 然后他上十字架 然后他复活 让所有的人知道说 这是旧约 上帝 预言的那个弥赛亚 都在我的身上成就了 我是那个弥赛亚 救恩 从我而来 OK 在让众人知道之前 他先让门徒知道 OK 所以彼得就说了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一点都不废话 彼得一点都不废话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是上帝的儿子 OK 一点都不废话 我真的是特别的希望 今天的目道友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宣告 耶稣基督 你是基督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我要信靠你 OK 没有哪一件事情 能够听到目道友 说这样的话 更能够让我的心得满足的 OK 因为这个意味着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 你在我的心目当中 是神的地位 我要跟随你 我要把自己 交在你的手中 你做我的主 这是这样的一个宣告 OK 耶稣对彼得说 西门八约拿 你是有福的 OK 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 只是你的 OK 也就是说 当你能够有这么肯定的一个宣告的时候 这个肯定的宣告 是来自于上帝的 是上帝显明了 把这个宣告放在你的心里边 让你明白 我是基督 我是永生神的儿子 OK 然后接着 耶稣对彼得说 我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反你在地上捆绑的 天上也要捆绑 地上释放的 天上也要释放 OK 当彼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就说了这么重的一句话 就说了这么 给他的一个重托的话 而且给他权柄 彼得这个词 他的原文本身就有一个 rock 就是这个石头 或者是翻译出来磐石的意思 所以在耶稣在这个里边 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 彼得就是rock 就是这个 你可以翻译成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你这rock的上面 这个是 就是等于是石头嘛 那 这个彼得本身就是一个磐石 所以就 耶稣在第二次引用 就说彼得的时候 就是用了这个rock 也就是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你这个磐石上面 也就是说 神把建立教会的重托 给了彼得 OK 我要让你来建造我的教会 OK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们知道说 耶稣被钉十字架了 给人一种感觉 好像是死亡得胜了 是黑暗得胜了 是撒旦得胜了 但是耶稣死而复活 他胜过了死亡 战胜了撒旦 胜过了黑暗 OK 耶稣说 我复活 那么我的教会 我的子民 也不会被黑暗 阴间的权势 所束缚 你们也会胜过的 OK 是因着我得胜 你们得胜 我的教会得胜 所以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说 天国的钥匙这一段 是指说 就是天国的钥匙 是指来自于神的权柄 那么捆绑 或者是管教 或者是审判 释放或者是赦免 或者是判定他有罪 就是或者是 无罪 无罪 就是释放他 就无罪 OK 也就是说 耶稣给彼得和教会权柄 如果我们把这个捆绑 看成管教的话 也就是说 将来你治理教会 劝诫门徒 领人悔改 或者执行教会内的管教和纪律 这样的权柄 我给你 那么 如果这个捆绑是审判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们在传福音 建教会的过程当中 有人接受福音 我也给你这样的权柄 他们是什么 得了救恩 如果有人拒绝 就像法利赛人一样 你也可以宣判 就神也宣判过 这个法利赛人 你们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亵渎圣灵 就永没有什么 永没有这个赦免 OK 那么 神说 我也把这个权柄给你 当有人拒绝神 拒绝 这个传的福音 那么怎么样 你也可以宣判他们的罪 还在他们身上 但是呢 如果这个释放 如果是表示赦免的话 就是如果有人在教会里犯罪 你们去 这个去去面对他 指出他的罪证 然后呢 愿意给他机会 他也愿意悔改 那么你可以释放他 就说明他这个罪被赦免了 那如果这个有人在 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有人愿意听从这个福音 愿意跟随耶稣 你们也可以奉耶稣的名 宣告他的罪得赦 他有这个救恩 成为神的儿女 是指这个意思 两种观点都有 有人甚至认为说 这个权柄是两种都有的 这个是神给了彼得 其实也是给了后来的教会了 OK 那么这个里边还有其他的使徒 比如后来的保罗 还有其他的使徒 神也给他们这样的权柄 也就是说当神 把这样的托福给他们 在地上建教会的时候 神同时也给了他们这样的权柄 OK 这是一个授权 那么我们再往下边看 然后呢 这个是神先是向门徒来显明 他的身份 揭开他的身份 然后呢 就给他们一个使命 地上建教会 然后预言自己的使 OK 耶稣一定要先让他们明白 自己的这个身份 弥赛亚的身份 然后要把托福给他们 你们在来干啥 因为耶稣说 我上十字架 但我三天复活 复活我在你们中间不会待太久 我要怎么样 我要升天 但是这个传福音的使命 我是给了你们 你们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接下来 耶稣预言自己的死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 受长老 祭司 文士 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 也就是说 他把自己下面要发生的事情 全都告诉他们 OK 其实耶稣要告诉他们的意义 在于说 你们要预备我上十字架 但是你们不要担心 我刚才已经给了你们这么多的权柄 圣灵会 因为后来圣灵有预言说 圣灵会降下 宝会师会降下 与你们同在 你们不要担心 不要难过 不要灰心 不要以为没有了自己的盼望 OK 所以呢 耶稣就说了 他将来要受怎么样的苦 这个这个怎么样被杀 第三天复活 就是下边 耶稣的这个 在世上的这些生命 和他所要成就的事情 都告诉了他的门徒 然后也是彼得第一个说话的 彼得就拉住耶稣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次必不能临到你身上 OK 前边是非常的确据 你是基督 永生神的儿子 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这么做 OK 我们看耶稣怎么说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你退我后去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OK 前边 当彼得 当彼得非常的有确据的认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上帝对耶稣的反应是 这是上帝所显明的 彼得你是有福祉人 然后就说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的身上 OK 我给你权柄 这是当彼得去明白耶稣的身份的时候 耶稣的反应 但是在这个地方 彼得就不是来自于神的 那个地方耶稣说 是我在天上的父子是你的 OK 也就是说你认耶稣 是弥赛亚的这件事情 是来自于上帝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耶稣说 你这件事情不是来自于上帝的 因为耶稣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OK 也就是说 彼得 你在后边有撒旦的作为 你所做的这件事情 是撒旦做的 那么怎么就撒旦一转身 就到了这个彼得的身上呢 前面是上帝指示的 底下接着说了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当前边的时候 耶稣问他的门徒 是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彼得 可能是他的心思和意念 在神那里 他提贴神的意思 所以上帝给了他的启示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一转身 彼得就体会人的意思 血气就出来了 他的破口就出来了 撒旦的作为 就在他的身上显明了 OK 所以他说 耶稣你不能上十字架 谁最不喜欢 耶稣上十字架呀 那是撒旦呢 因为当耶稣上十字架了 他替全人类的罪而死了 那么在罪恶 在撒旦的权势下的那些灵魂 就有机会得救了 撒旦就再也挟制不住了 所以这个不是撒旦的想法 那么当这个西律的时候 耶稣生下来的时候 在两岁以内的孩子 他都杀了 他也是不希望 耶稣出来做王 OK 所以他就怎么样 要杀这个两岁以内的孩子 其实他是要把耶稣杀掉 那这背后有没有撒旦的作为 有的 有的 OK 这个地方就是撒旦的作为 借着彼得来阻止耶稣 你不能上十字架 OK 那么彼得当他体恤人的意思的时候 就有了破口 就被撒旦所利用 OK 所以神转身就斥责 就斥责 斥责的是撒旦 但指出的是彼得 你体恤 人的意思不体恤 神的意思 OK 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彼得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前几分钟 还被上帝的这个 所指示 认耶稣是基督 然后被神托以重托 一转身几分钟之后 就怎么样 完全体会神 人的意思 做了被撒旦所利用的事情 阻止耶稣上十字架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对比 OK 多么大的一个对比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我们会不会这样 会的 我们可能 有人可能讲到说 我可以为神上十字架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你可以为神上十字架 你也可以为神倾家荡产 什么都放下了 工作放下了 金钱放下了 房子卖了 对吧 我天天传福音 我相信的 但是我们也见过这样的人 一转身 就体恤人的意思 然后就怎么样 就被撒旦所利用 然后就怎么样 做破坏神的事情 有的 有的 所以我们体会人的意思 是今天我们常常有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意 对吧 我最近在跟儿子 这个在分享的一些事情 这讲到一些的牧师 讲到几个牧师 这个有一个牧师 他教会有一个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这是一个资深的年老的牧师 他手下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犯了淫乱的罪 跟其他的人 有这个通奸和强奸的这个事情 就是性侵 性侵别人 那么被告了 不告了以后 这个资深的牧师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 可是他太喜欢这个年轻的牧师了 就觉得他是一个爱将 是一个太好的一个传门徒的人 传福音的人 太好的健康教会的人了 所以他就非常轻轻松松的 就是处理了这个事情 也可以说是重容和遮盖了 OK 那这件事情就一直被人家 去指出来这个问题 但是他就觉得说 我实在是不忍心 把他从这个牧师的职位上 给他裁掉 就是他太能干了 这个教会很多的事情 都是他干的 OK 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 我们喜欢一个人 他太聪明了 太能干了 给教会的奉献太多了 太能侍奉了 哎呀 犯了一点小事 错的就错了 没事的 就别那个了 你看他其他的方面 对吧 我知道 有人跟我讲过说 这个 这个有一个姐妹 范建燕 就一直的淫乱婚外情 但是教会里面 一直唱识班 一直一直唱识 一直唱识 一直带领唱识班 有的人还实勤 OK 那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哎呀 你不知道啊 他太能那个了 太爱主了 太爱主了 教会里太能侍奉了 太能奉献了 什么事情都做 所以我们不忍心 把他拿下来 OK 那我就要问了 谁更大呀 是神更大 还是你更大呀 还是他更大呀 对不对 神喜悦的是什么呀 神喜悦是我们做的 什么事情吗 和少罗一样吗 献了多少祭吗 奉献了多少东西吗 还是神喜悦听命呢 还是喜悦圣洁呢 荣耀神呢 OK 我们不懂 今天我们不懂 哎呀 他奉献了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金钱了 哎呀 他做了很多的这个事工 这个事工要没有他 就不行 OK 没谁都行 这个世界没有神才不行 没谁都行 那个钱不是他奉献的 他不奉献 你不要他 神账给你奉献 神账给你钱 神什么时候什么 使我们缺乏过 使我们不缺乏不是人 是神 教会的释放能够做好 蒙祝福的是神 不是人 如果没有他 可能更蒙祝福 因为有他 带罪的去亵渎神 亵渎教会 这个教会被玷污了 OK 我们常常体会 人的这个软弱 哎呀 他已经孤儿寡母了 就别再那个什么了 OK 犯罪怎么样 哎呀 别再处理他了 OK 这个是不可以的 这个是不可以的 甚至有一次 我跟我们在这边的教会的一个弟兄 我们就快吵起来了 他就认为说 这个有一个姐妹犯了淫乱的罪了 然后就是离婚了 离婚以后 然后这个就很难过 很难过以后 然后教会就把他的释放停了 停了以后 很多人就不高兴 就是说他都已经离婚了 他都很难过了 你才把他释放停了 这更难过 对吧 你要让他释放 他还有点事做 他就还不那么难过 还扶持他 我说那什么是大的 是神大还是他大 他说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 你怎么这么刚硬 你怎么这么冷漠 OK 这就是今天我们人体会 人的血气 就对人可以有百般的忍耐 可以做出百般的这个怜悯 但是我们却把神放一边 神的圣洁呢 神的圣洁呢 神的荣耀呢 神的利益呢 神的心意呢 对不对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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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爱神 其实我们爱自己 我们说是让神长王权举首位 实际上我们自己长王权举首位 我们讲信息是自己喜欢的 OK 我们在教会做事奉 也是我喜欢的 让谁做事奉 也是我喜欢的 其实还是我们人在教会长王权举首位 长王权举首位 OK 我们要从彼得这个地方去学习一个 这个什么是神的心意 什么是神的心意 我们怎么样不因为体会人的血气被撒旦所利用 成了神的侍奉的一个主拦 OK 那么耶稣接着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一段很多的人误解 常常把这段拿出来 哎呀我是背十字架呀 我是背这个十字架 也就是说 比如说 他的这个婚姻 这个不和睦 我夫妻常常吵架 那这个其中的至少有一个基督徒就是 哎呀我是婚姻是我的一个十字架 婚姻不是你的十字架 那是你罪恶的结果 OK 你在这个婚姻当中你有爱神的心意去做吗 你做太太的有爱你的先生 顺服他 这个这个听 顺服你的先生如同教会顺服基督 你就做先生的有爱你的太太 可以为他死吗 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吗 如果你有 你家里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你家里出现这个问题 就是你们两个都想做主 谁也不服谁 每个人都要求另外一个人听话 对吧 太太希望丈夫爱我 但是我不顺服 丈夫希望你顺服 但我不爱你 所以你们两个吵架 你们两个吵架 打架 甚至不说话 甚至离婚 那个不是你的十字架 那是你的罪恶的结果 十字架 是什么意思 这里边讲到的 是舍己 是愿意 是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跟随耶稣的缘故 我可以背定十字架 可以舍命 是指这个意思 OK 也就是说 我把我自己的老我都舍掉 我让耶稣来做我的忠心 做我的主 我为了神的缘故 你就世界再逼迫我 我可以殉道 但是我也不放弃神 是指我为了神和福音的缘故 我可以走上十字架 是指这个意思 不是说 十字架是一个苦难的事情 我的老板对吧 对我特别不好 我的孩子也不听话 这都是我的十字架 这个都不是 你的老板对你不好 可能神给你功课 你可能很多的骄傲 你的孩子对你不好 可能你自己特别的冷漠 无情 你要学习有爱 OK 神很多的时候 借着生活当中的一些磨难 一些拦阻 去让你怎么样 让你去磨掉你身上的那些 滋滋叉叉 棱棱棱棱 你要怎么样 把你的老我 罪恶 去被神拆毁 你要建立一个新的生命 OK 我过去就是这样的 OK 最近特别有意思 那个 这个我自从做这个 校园团记以来 这个大家也不要去猜是谁 我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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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做很多的事奉 但是网页也得做起来 所以我就一直做网页 可是我们做网页的弟兄吧 就是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拖 所以我每次给他什么 让他做什么东西 他就 他从来不做不做 好了我知道了 但是呢 从来不做 从来不做 所以我就是给他一段时间 两个星期以后 我就说 做的怎么样了 我做 我做 然后你再等吧 一个星期 两星期 一个月 两月 你要不去再提醒他第二次 他早就忘了 他就不会做的 有的时候甚至半年以后 我说怎么样了 那个什么 你再把那油件发给我一次 我的那个火啊 就起来了 所以七年了 基本上就是七年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就说 好 我为他祷告 对吧 求神来改变他 所以我最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 就 我就感觉 有一个感动来了 说他是拖的 我要用他的拖来改变你的急躁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 我巴不得早上给你这些东西 你晚上给我做好了 你今天不做 明天也得做 明天不做 一个星期也得做 一个星期不做 我就抓狂了 我是一个非常急躁的人 所以神说 我把这个人放在这儿 做这个东西 他拖 我知道 但是我是为了来改变你的急躁 我当时听了这个以后 就是有这个感动 哇 我一下就明白了 为什么他过去的七年里面 他一直拖 没有一次不拖的 没有一次不让我抓狂的 我说 哦 原来是这个问题 我说好的 我说神 我要改变自己的急躁 要在司奉当中 分清楚这个主次的关系 什么东西重要和不重要的关系 神的东西最重要 其他的可以放下 那有个主次的问题 对不对 当我把我的急躁改变了 我相信神会挪去这个东西 因为在过去 神也一直是如此 OK 那么前几天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也是 也是类似的事情 那么也是现在跟我说话 神说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舒服 你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也有 我也有 因为在我们的一个 祷告会上 那本来有一些人常常参加祷告会 突然间那天他不能参加 然后他说 是团企的另外一个人 这个把他们带走了 让他们去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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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是属神的事情 是属世界的事情 我当时就想说 你知道今天有祷告会 你不参加祷告会 还把这些参加祷告会的人都带走 做世界的事情 但是 但是 马上就有一个应年纪来说 你知道这个不好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当然我不是做 类似的事情 但是 我是不管 不顾别人的感受 就是说 当我在做事丰的时候 可能这些人同时也去教会 我没有去为教会着想 我只是想着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怎么样 团企里边的活动 那你有没有想过别人呢 他只是想着自己 你就不高兴了 因为他没有想着这个 那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有的 所以我跟神认罪悔改 我说神 以后我不再做这样的事情 我要怎么样 我要 去自己做事的时候 要考虑别人 不能只管自己 不顾别人 其实神就是借着这个事情 跟我说一句话 OK 但是如果我们不明白 后边 神借着这些事情 所要表达的事情 你就会一直的怎么样 抱怨 你就会一直的抓狂 对吧 对于那个不做网页的人 我就一直抓狂 对于这样的事情 再发生 我还会怎么样生气 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这些事情 只是神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 所以当你在婚姻当中 出了问题 你有一个特别急躁 特别抓狂的老板 你也要问神一下 神给你什么功课 神的闹 就会无缘无故的 使这些事情发生吗 如果你敬畏神 神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让你去抓狂 让你浪费时间 神为什么不让你把所有的事情 都用在神的身上呢 对不对 我们要问一句这样的话 OK 所以舍己背起十字架 不是你有一个非常 这个对你这个 这个指手画脚的老板 对吧 这个吵架的婚姻 对吧 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出去做事 就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投资股票 股票就失败 对不对 然后写文章就发表不出来 对吧 这个背后都有一个意义在里面 OK 不是那个不是你的十字架 那可能去思考一下 这个背后 神在跟我说什么 OK 因为我在过去 最近就真的是 神借着很多人跟我说 借着很多的事情 在告诉我 OK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说我有的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有的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有的 OK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认罪悔改 所以我把最近一段时间里边 神跟我说的话 借着弟兄姐妹手跟我说的话 我把它全部都列出来 每一天在神的面前 认罪 悔改 然后怎么样 去求神改变 求神改变 当你改变了 这个事情就会挪去的 OK 你不改变 他就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说 我这老板不是很差吗 我换一个公司 是的 你可以换一个公司 但是神会到下一个公司以后 给你安排另外一个人 很差劲 OK 因为神让你学到的功课 你要学到 不要躲 OK 接着往下走 他说 凡要救自己性命的 这个是指在世上的性命 必丧掉生命 这个生命是指属神的生命 灵力的生命 这个是永生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保存你自己在世上的生命 不愿意为神舍己 那么你可能就怎么样 没有这个永生 他说凡为我 丧掉 就是为了我的缘故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救恩的缘故 你可以丧掉世上的生命 但你必得着在我里边的生命 也就是说 世上的生命 跟在耶稣里边的生命 他不可能同时 这个 这个 很多的时候 是不可能同时你都得到的 OK 然后接着说了一句话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也就是说 在耶稣那个年代 因为信耶稣嘛 后来就被逼迫 包括他的门徒都这个殉道了 对吧 那么有人为了自己在世上 就是不被火烧 不被这个扔在狮子坑 不被钉十字架 不被逼迫 不被砍头 那就放弃耶稣的这个 这个福音 放弃这个救恩 放弃信仰 放弃神 OK 神说你放弃我 保持了性命 但你那个性命就没有了 OK 你要是为我放弃自己的性命 像保罗一样被砍头 彼得被倒定十字架 OK 其他的门徒都殉道了 但是你在我里边有一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永恒 你要哪一个呢 你要哪一个呢 人若赚到全世界 这个是指人为了世界的东西 我追求这个世界 OK 耶稣说你可以追求 但是全世界都给你 你因为追求这个世界 你就放弃 你世界跟神是不可能同时抓住的 OK 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 OK 也就是说 当你抓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表明你放弃我 你放弃我的时候 就是全世界都给你有什么用处 你在这个世界上奢华 艳乐 吃喝玩乐 对吧 豪华 奢侈要你想要的东西 但是你将来面临的是我的审判 有什么益处呢 你就是赔上了自己的永生了 你可以拿什么东西换永生啊 对不对 这是神所说的 也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追求这个世界 不要得着世界的生命 要追求神的国度 当然了 如果神允许你 既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生命 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人逼迫你砍头 那你可以两个都有 比如说我们在美国 就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人砍你 对吧 但是你在阿拉伯的那些国家 在穆斯林的那个国家里面 你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你选择耶稣放弃 这个穆斯林的信仰 你就是被砍头 你选择哪一个 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在纵天使降临 那个时候 他要造个人的行为 抱怨个人 OK 什么行为 是你在上帝的眼中 你追求了世界 为世界而活 保存自己世界的生命 还是为了追求神 而放弃世界 可以被砍头 可以殉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这样的行为 也就是说你选择谁的行为 选择世界 还是选择神 选择为世界而活 为自己的度福而活 还是选择为神 和神的国度而活 这个的行为 就决定了 你为世界而活 就被定罪 在地狱里 爱哭泣止 为神而活 将来在天上 与神同在 OK 这是我们的行为 然后接着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 有人在没有藏死位以前 必先看见人子 降临在他的国度里 有人就不明白 什么叫做 没有藏死位以前 就是说 就没有死嘛 那什么叫做 还没有死以前 我看见人子 降临在他的国度里 这个有点难解的经文 有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 是指下面 接下来的登山变像 我们下一次讲登山变像 很多人是指这个登山变像 因为神 耶稣马上就登山变像 很多人看见了 那么是没有死之前 那么有人也是说 耶稣复活 那么也是很多人 看见耶稣复活了 OK 也有人认为 是伊路撒冷的沦陷 在祖后70年的时候 那也有很多人看见了 也有很多人 有人认为是 教会的福音死命 OK 都有人这么说 OK 那么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 我们讲第17章 就从登山变像开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举书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的信息 给了我们很多的提醒 举书彼得 前一分钟 和下一分钟的变化 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我们是体会神的意识 高过人的血气 还是体恤人的血气 高过神的心意 举书帮助我们 做一个敬畏你 到永远的人 也帮助我们 真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国度 为了你给我们的救恩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抓住不放 我们不在乎世界的得势 我们不和四人一样 追逐这个世界 绝书你帮助我们 怎么样的能够明白 活在这个世界 但不随波逐流 让我们能够逆随行舟 抓住你的救恩 绝书真的是我们面临 很多的挑战 面临很多周围人 在随从这个世界 绝书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不为世界而活 让你的救恩在我们的里边 让我们真的是得到 就永远的得到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天天的仰望你 让我们双手抓住你 让我们全身心张开双臂 去拥抱你 让我们与神同在 你也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感谢主 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